Data-driven,Designing也好,Designing也好 都是你看到螢光幕左手边,都是以人为本的 这条大原则是不会变的,都是三个价值观 都是在解难过程里面,需要有同理心 需要和用价值协作,需要一不断改进 而整个步骤都是四步的,但是这样 在执行过程里面,这个approach不同了,角度不同了 所以就powerful很多了,怎样不同? 不如我们看看吧,我现在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Data-driven的Design Thinking 当然,和大家讲一些History 其实我们说Design Thinking已经很久了 其实在1960年已经开始用Design Thinking 但是普及法到2000年,由D school 将整套整理,然后普及 所以我们说现在用的Design Thinking 是2000年那时候,D school是推动的 所以其实香港,我在七年前引入了 所以大概在香港,20年大概 5,16年左右,好像多人用了 但是这样,由Vita提过了 近年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讲的 讲数据,所有东西都讲数码化 那开始有人想了,其实Design Thinking这个方法 可不可以加快一点呢? 创意解难这个本质没有变过 但是解难过程里面的准程度 可不可以高一点呢? 创意解难的速度可不可以快一点呢?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有几个机构 IBM,Gropego,他们用了很多数据 用了很多技术的机构,世界级公司 开始想,Design Thinking可不可以加入数据 提升准确度呢? 可不可以加入Digital? 还是可以做快一点呢? 甚至乎它是发明了一个Design Screen 5天之内完成第一个Design Cycle 所以其实这个潮是正在走着 因为Data越来越重要 因为准程度越来越追求 速度大家都想要 所以在2015年开始 Design Thinking里面加入了Data 但是当时只是很极大机构 Fortrum 50会用 但是由于近年Data的流行 简单化成本降低了 所以开始普及 所以你看到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是差不多2020年才开始大幅普及的 好了,大家也知道 如果用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保留到Design Thinking的特色 以人为本 可以找到用家的潜在隐藏未明的需求 亦都可以和用家一起想一些偶条出来 成功例子 Apple, Airbnb, Samsung 如果这个 methodology 可以再加高准程度 可以再加快就正了 所以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有四个特色 以后跟大家逐个逐个说 第一个特色 Design Thinking是很以人为本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我们会了解用家的需求 了解用家的需要 以往我们是用质化的方式去量度的 即是说 我们形容它的需求出来 形容它有多痛 但是今时今日我们说 如果量度就好了 所以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不单单是我感受到它有多痛 我感受到它有多痛 而且痛楚可能能量度到的 -4-3-2-1-1-2-3-4 因为量度到就可以更加对症下弱 所以Apple上面 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一样都需要了解用家 一样都需要同理心 但是这样 这个了解用家 这个同理心 是需要量化的 第二个位置 大家看到了 Real Time 以往Design Thinking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找人做research 我们找人做interview 通常来说 我们都是做一次或两次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由于现在的商业社会 变得太快 你可能两个月前的东西 现在已经转了 所以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一样需要做research 一样需要做observation 一样需要做interview 但是这样 加一个实时的下去 要了解过去的需求 但是加上实时的资讯 那就更加好 在这个之上 引伸出就是 以往Design Thinking 我们什么时候都说 用人的角度 重要的 新的Design Thinking 加上Data 和Digital的support 那就快很多 最后 我们说 以往Design Thinking 都做出来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 有Technic 有Tools 但是新的Design Thinking 加上了一些东西 Technology 令到速度快了 令到我们做出来的结果 准成率高了 讲的例子 以往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要找出的问题 我们就会用 叫做Trans statement Design 意思是什么呢 透过不同的访谈 透过用不同的分析 透过分析利害去找出 谁是现在面对最大的问题 这个方法很棒的 在新的Design Thinking 里面加了 如果加上数据分析 你这个问题 就真的重中之重了 第二个Design Research 我想大家一定听过 Design Thinking Design Research 找到市场的隐藏需求 对集中一个Segment 是非常棒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Segment 的相关持份者要些什么呢 会不会好些呢 甚至乎如果我们可以 用Data的方法 用Data Analytics的方法 用Social Analytics的方法 在四天之内 找到过去半年的所有Data 找回整个市场 所有人说过的东西 会不会好些呢 又深又阔 就是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的好处了 第三个Persona 我们说人物知 可以了解用家的角色 了解用家的喜好 在新的Design平台里面 不单单了解他的喜好 还了解他的表情 了解他的emotion 深入去分析 即是说我们又看到他Being 又了解到他的内心 Code Creative 以往我们用很多Blink Song 的方法 当然今天想法 都走不出 用了AI的辅助 Pitching 以往我们做完 之后 我们要Pitch 我们的用家 Pitch我们的Investor 来拿资源 今天做Pitching 不单单是很动听的内容 更加重要的是 有Data Support 所以由Pitching 到现在 Data Storytelling的Support 最后 Design平台说的是 要做完真事情出来 所以以往经常都说 我们要做很快速的模板化 但今时今日的快速 是真的要你 轻的就是起个板出来 给用家试 所以今时今日 可能会用AR、VR等技术 去做模板化的 还有在整个项目管理里面 以往Design平台 都是用一些指板去做 但是Data Driven Design平台开始 用Octo的Platform 用Data Platform 用Data Platform 用Digital的Platform 令大家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域 都可以做到Integration 都可以做到协作 跨地域 跨时间这样做 所以新的Design Thinking 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是令到我们 用的Design Thinking 更加Powerful 这个是大势所趋 全靠谷 3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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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